大家好,我是Den 前几天因为被爆料打女友 甚至还勒住脖子让女友昏倒的奶奶一抖 宣布退团了 2月25号 新人男团Blankin的所属公司发表声明 今天在一个论坛引起的争议 在确认事实关系后发现 该争议的当事人是成员影兵 公司决定了影兵的退团 Blankin会排除影兵后活动的 对于给很多人造成的困扰 真心的道歉 为什么会这样活呢 他出演过Island 原来有出道啊 所属公司的对应非常快 迅速就抛弃了 不是退团的问题 应该要去做监不是吗 26号BID表示 取消了之前公司申请的 捷后延期入伍 已经向香港单位申请了入伍 不久后就会正式开始军队的生活 而今知道 捷后也即将入伍的消息后 在网上给捷后留言 快来 捷后恢复 好好度过周末 电话Thank you 两个人似乎已经是通过了电话 金接着留言 我马上就是一等兵了 所以如果在军队里遇到的话 不要想要跟我退市 我是一等兵 你是训练兵 然后捷后留下了敬礼的表情符号 接着金恢复 敬礼角度是 手腕跟下背要成一条直线 跟地面也要有45度角 上背要保持30到45度 宇杰在出演一个广播节目后 说出了对酸炎的看法 2000年到2010年初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过 恶平也是关系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比起恶平 无平比较好 我们不需要那种关系 明明就是在骂人 但是有些人认为 那是建议 那不是建议 就是在骂人 不能再忍受这些了 这种话要消失 之前在韩国很多人都会说 比起无平 恶平比较好 就表示有恶平酸炎的话 最起码是收到了关系 现在是因为酸炎 都会有人死去的时代了 说得真好 说得很好 酸民不是什么言论自由 只是犯罪而已 这点话都不能说吗 我只是在建议啊 这不就是酸民们 抹黑他人的时候 最常用的话吗 明明就是酸炎 还堂堂正正的说 是建议的人 真的很讨厌 还以为自己的酸炎 是行侠仗义 在指责别人之前 先治疗一下自己的人品吧 对于宇杰瑟对酸炎的看法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在疫情解封之后 最近有非常多的韩新闻 到台湾举办粉丝见面会 以及演唱会 但是听说 最近在台湾出现了很多 所谓的包车服务 跟随爱豆们的行程 虽然能理解 粉丝们只是想要 在最近的地方 能见到爱豆们而已 但是这很有可能会发生 车祸等的危险 以及严重跟车的话 其实就跟四生饭 没有什么两样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 三思而后行 因为演员演戏的时候 是绝对不可以看镜头 而爱豆刚好是相反 在任何地方都有找到镜头 所以演员 就没有看着镜头说话 而V因为是爱豆 所以会先找镜头 真的耶 演员不可以看镜头 爱豆需要找镜头看可可 哇太可爱了 真的好可爱 我以为是在给V解释呢 可可 V东张欣望的样子 好可爱 最后说 的部分 真的太可爱了 接着我们再顺便来看几个 演员与爱豆的差异 摄枪的姿势就不一样 看着人说话的一动物 看着镜头说话的一生间 但是偶尔也会有特别的情况 看着镜头说话的一生间